皮肤老化不只看表面 包括表皮、真皮、皮下组织都会产生作用 从表皮变薄、角色的屏障功能变弱 皮下组织、肌肉、萎缩都是老化的现象 皮肤屏障和弹性受到削弱、出现缺损、点上增添细纹以及皱纹 同时间,皮肤因为手水不足,会变得干燥粗糙导致烧痒脱皮 影响皮肤防护的功能 此外,关节软骨的柔润性也会因此降低 影响四肢的粘活性 软骨和硬骨之间的摩擦机会大增,造成了关节痛 人体内和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会直远流失的 以皮肤为例,从30岁开始 皮肤内胶原蛋白的含量会因为年龄上升而逐渐减少 年龄越大,流失的情况会越加剧烈 抗皱、紧致、令皮肤年轻 胶原蛋白的独特结构具有美容功效 能帮助肌肤所住水分,保持润湿 当皮肤含有足够的胶原蛋白 能强化真皮层的网状纤维 令皮肤维持弹性,同时修补以及支撑贪腺的组织 提供抗皱、氮化细纹的功效 胶原蛋白亦有助于皮肤的紧致 除了它形成我们身体的中央组织之外 它也是我们身体修复一个不可或许的材料